姜濤的中國新聞報導 大家有沒有支持姜濤牙膏 大連今天開始會出套裝 即是牙膏和姜濤的套裝系列禮品 一早掃清光 真慘 光仔今天一開門的時候 我已經掃了幾間 都掃了一批回來 如果大家真的 不過我相信很快會補回 放心吧 我覺得這些應該會 不是真的這麼 怎麼說呢 不是真的這麼 限量版 老實說這些都不是限量版 只不過是展示姜濤有多高實力 可以掃多少貨 今天的成績不錯 第一天已經斷市 當中有一些姜濤向我反映 遭受不理爆的對待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光仔就跟你跟進了一些事件 開始這段影片之前 請大家讚好這段影片 還有劉國賢一個心心一個笑容一點 還有課金支持 今天就開始 打連牙膏的姜濤肚倉 開始賣了 當然是牙膏家的紀念品 相當的搶壽 有很多人甚至是說 直接一開門 已經有人撲進去買 撲進去掃貨 基本上呢 有些情況 誇張得有些姜濤說 一進去 就說有多少就買多少 是吧 整車整車的買走 就直接有些姜濤 直接開門以為 稍稍遲去 都已經沒有了 這次呢 就是非常開心 我也自己覺得高興 譬如不枉我都說了 頭兩天都說了 叫大家勇躍一點 姜濤買 或者姜濤代言 這個打連牙哥 應該呢 理念上 現在最紅是姜濤 理念上應該是 多些人去買 多些人去掃貨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功勞 還是大家自己努力成果 今天的勢的確是做得非常好 當然 今天除了去看姜濤的十二怪盜之外 還要出席手影禮 不是手影禮 謝飄場 還要去掃牙膏 所以我覺得 很多姜濤今天都很忙 又是紅家 有很多姜濤去掃貨的時候 有很多姜濤都順利 有些人掃貨 有些人掃貨之後 後面有些姜濤就買不到 當然有些氣氛 我當然都很難可以勸導大家 一個姜濤買一份 留一些貨給其他姜濤一起分享喜悅 我知道我說都是沒有人聽我說的 因為有些姜濤是鐵定一定要掃貨 今天高安仔很乖 至少我只買了兩套 我沒有見貨就掃貨 因為我想多留一些貨給大家姜濤一起買 當然我不是說到我好像大師傅一樣 去買貨、掃貨 起碼我都自己有個心意 起碼在我樓下的貨我沒有掃貨 但是我買完了之後 吃過早餐之後 回去看已經沒有了 證明我後面還有很多姜濤去掃貨 然後我有觀眾聽眾 就發了一些掃貨的情況給我聽 他就說有個姜濤今天 也不怕了 他說他去了遊堂掃貨 遊禮商場 我沒有去過 他說去到遊禮商場 就去到一間萬寧那裡 就問一下有沒有姜濤這個牙膏 還有一個紀念品 然後他說裡面是有貨的 但是他就問了店員 他說有貨的 店員說 是呀 他說你是第一個問的 可能沒有什麼人喜歡 嘩 我心想你跟姜濤假 怎麼說話 當然這個是我的觀眾發出來給我看 不知道真還是假 但我覺得不是萬寧的職員 不是那麼無禮貌吧 當然可能言語之間的誤會不知道 但是後來這個姜濤都說 後來都沒有了 就是他買完了之後 然後可能下午再去 就是想著再買一隻不夠 想著再買都沒有了 當然 我當然就不知道 我看不完那麼多的有姜濤牙膏的紀念品 但是在我的觀感上 還有我看一些姜濤群的分享 基本上可以掃的已經掃了 還有可以賣的地方都賣了 這次呢 那樣子就覺得非常之開心 就是做得非常之好 你起碼給別人 對內來講 你起碼姜濤都展示到一個什麼 展示到一個團結一致的心 希望起碼都展示到一個團結一致的心 去說這個 這個叫做 如果有姜濤代言的產品 姜濤做宣傳的人的產品 那大家對內大家都知道 大家要互相去支持 立刻去買飽的產品 對外的 你起碼給都看到外人 姜濤是多麼團結去支持自己的偶像 那些廣告商都看到 咦對呀 我們找姜濤做代言人 是沒有錯的 這個決定 至碼他做代言人的時候 第一天 今天出幾天 立刻被人掃爆掃清 對於他們 譬如可能日後 再差不多要再review了 再review那個 代言人的時候 他們開會都 有些壓力 對不對 有些壓力 繼續找姜濤做 你看看 你看看我們 去年 一開這個新的牙膏系列的時候 一說有姜濤震品送 你看看 第一天已經賣到斷市 有助我們公司產品的營銷等等 這些大家出來做的明白 那你起碼都要找個真真假假 你都肯定要找 給個廣告商找個好好的藉口 在開會的時候 說得到 為何找姜濤做代言人 繼續找姜濤做這個產品的宣傳 這個很好 因為前幾天我講了 姜濤的廣告收入是香港第六位 有很多姜濤DM老大生說 唉 真的很失望 他們就說 其實他們都不知道這個資訊 他們都是聽老大生的 其實這些資訊 是網絡上公開的 公開公報 完全不是什麼秘密 不過他們說有時候都自認 有時候都是懶 就是這樣聽哥哥仔報道 就方便一些說一些資訊 所以都覺得沒理由 以姜濤那麼紅的形勢 2023年都是得第六 其實哥哥仔之前略略都說過一件事 其實去年基本上前半年都在面對雙話問題和抹黑問題 所以前半年2023年 其實姜濤都在面對一個困境 出來買廣告又不是 一出來就被Haters圍攻圍插 他都剩下了大半年 你說法力是下半年 所以去年的IG 他拿到冠軍才期 才是這樣的狀態 當然他拿到第六 我覺得已經很厲害了 如果這樣的狀態 加上有這麼多Haters 或者是這麼多令人很難預計的意外發生 姜濤我覺得已經盡顯實力了 第六位 老實說還想怎樣 所以今年已經去到三月 已經有幾個廣告已經落在姜濤身上 而早前都說了 有一些廣告商 不再找姜濤買廣告 我也解釋過一定有很多原因 我們也不要憎恨廣告商 也不要說 說馬上敲鑼打鼓 說要去杯葛別人的那些產品 我覺得不要這樣做 你們可以光顧少些 但是你們不要 敲鑼打鼓 好像拿著火把 你知道嗎 好像我小時候看那些吸血殭屍的故事 說那些村民點著火把 去德古拉伯爵的城堡 說要燒死吸血殭屍 那些村民露火中燒 拿著火把去衝去城堡 打算放火燒城堡 我們不要這樣 我們不是憤怒村民 我們也不是說要燒死廣告商 我們不要做到這樣的形象 如果未找姜濤的廣告商 肯定不會找姜濤賣廣告 因為他們怕 有些人如果 萬一我不再找姜濤做賣廣告的話 那我豈不是先變級的巨人 是吧 姜濤未變成那些抓火把的村民 那當然不行 不要這樣做 我們要讓廣告商有一個安全感 就說可能這一刻你不方便 再找姜濤做代言人 又好什麼都好 我們都不會遷路於你 只不過是可能那些產品 會賣笑些幫你 但我們都不會謾罵你的 那就是有些姜濤始終都 其實大部分姜濤都很好 很利盛 他們不會因為暫時找不到姜濤做代言人意 哇發瘋的攻擊 那大部分都很利盛 那當然有部分就不敢狡同 有部分很激進的 就是不找姜濤做代言人 好像要燒了一家廠 那我絕對不贊成 對長遠來說 對姜濤都不是一種好事 所以這次牙膏這件事 當然去找姜濤做代言人 我們當然要買飽 亦都在然輕人做到很多了 今天星期五看到 而日後再看看 2024年剛剛開始 這一場比賽才剛剛卡罪引擎 看看誰買得多 誰買得好 就是這樣 好今節姜濤的中國新聞報導 就是這樣 下一節回來我們繼續 好 好 感谢观看